作为法师 作为大德同修 大家提供 阿弥陀佛 我们48院讲记 讲到第19院 文明发心院 我们将经文念一下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蜜 坚固不退 这一段经文 早上开解得很深入 开解发菩提心 心形一如万 菩提心发出来了 不是空的 具体的落实 落实在六度万恨上 奉行六波罗蜜 而且是要兼顾 不退 那我们上一次是学习到精进的部分 老上有讲了 当时候是一百一十九页开始 谈起 我们稍微再过一下重点 进是讲进步 我想每一个修行的人呢 没有人不想进步的呢 但我们得观察一下 我进步了没有 烦恼轻了没有 烦恼轻了没有 脾气小了没有 本来不能包容的人能包容了没有 修行的路上 修行的路上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客人 要自己检查 现在没有老师每一个月给我们发考卷 看这个月学得怎么样 所以修行人得自己发考卷 真指说无日三宿无身 每一天都要反省 这个印光祖师说 日用之间万静交集 一天当中 多少境界 万静 所以代表做了几次考卷 达了一万个考题了 一天就达一万个考题了 所以这个反省 观照 应该是在每个当下 不怕念起 只怕决策 所以我们一看到进步 那就要问问自己了 不能骗自己了 不能对不起自己了 而修学的方法 修学的次第都要正确 才能进步 这本末造智了就进步不了了 包含这个精静 重实质不重行事 这个精静是在向上精静 比方说我们现在报树 佛号 每天念一万 每天念两万 这是向上看的 假如念着念着都在赶这个数目了 那大家想一想进步不进不得了 哇 这个赶下来心越来越慌了 每天只有哪个时候高兴呢 树爆出去了 在念的过程都是慌的 那这个不能自己骗自己的 重实质不重行事 所以夏老说的 以调伏习气为精静 个性改了多少 这是实质上的东西 好 那佛教 佛教我们求进步 要求精 要纯 不能砸 所以师长这里提醒 不能砸静 乱静 那就不是精静了 我们的桌上不可以没有书 但是不可以一时摆好多书 代表每天一有时间要学习 但是你不能今天看这一本 明天看那一本 那就很砸了 而且师长这里说 经典很多只能学一步 我们看老和尚在李老那里学习 学了十五步经 十五步经 十三步 都是一步一步学的 学完一步再学下一步 不是一下子学很多的 这些都很重要 而且呢 而且呢 这个学一步啊 要怎么学呢 读诵 读诵 就是精静 不要求解 为什么不要求解呢 因为你见识烦恼没断 所解的不是如来真实意 所解的皆是自己的胡思乱想 当然这个不是说教我们不用听经了 听善知识 听过来人 开解 我们知道怎么去落实 不是自己在那里解 在那里想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这个 几个同修 开口都是老和尚说的 但是呢 他们都会吵架 那就是他们的心 不清静了 解牢上的都是依自己的意识解的 搞得彼此都不能相容 那天我去一个道场 三个同修住在一起 吵得很大声 人家外人来道场了 都听到他们吵架了 那你说这咋办呢 先请他们回去反省反省了 不然这个破坏活门形象 他不赶快反省修正了 那他这个造的业也重了 所以留是慈悲 请他们先回去也是慈悲 为他个人考虑 为佛门形象 考虑 所以从这里 大家就冷静去观察 你心不清静的说 我参 我慢很强啊 你说连听老爷们的尖叫啊 也会解偏调啊 所以以前 比方说 十几岁出家了 小沙米 怎么知道他 给他一本法华经 法华经要练五六个小时的 那他一直读中 读到能背了 请问大家 他读了多少遍啊 他读啊 读啊 脑子里都是 法华经了 我相信有同修应该 读过几千部无量书经了 你坚持去做啊 你都会感觉 遇到一些境界 这个相应的经文 会浮现出来了 望远就少了 这佛门一开始 一切行门 以静心为要 修行啊 要求得清静心 所以这个读诵啊 就是手段 所以这个见识烦恼 没断啊 所解的不是如来真实意 所解的都是自己的 胡思乱想 跟佛的意识差得太远 几时的清静心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那你解的就跟佛一样 佛佛造种啊 可见要紧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愿 我们现在本来的习惯是求知欲啊 哎呀我要学这一步 我要学那一步 都很在乎 我也没有学很多啊 但老上这一句 要紧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愿 我们的行为啊 像不像佛 这个才是修行 会不会讲经啊 没有关系 那我是真的遇过啊 很认真啊 学的经教不少啊 还可以指导人家 讲般若 讲空性的内容啊 但是夫妻吵得不可开交 那我请教大家 讲出来的话 就从心出来的 一切法从心响生啊 烦恼没有对峙啊 上台去讲着讲着 可能论到什么人呢 你的对立批评就出来了 我们也有遇过讲课的人 这个我静很强啊 在台上跟人家会长说 哎呀会长 你们送的东西太少了 老儿上说 心量要大 要多布施啊 他内在这个 我静很强啊 他觉得他的看法对啊 其实他已经是 人情事理都不懂了 你在人家的道场 佛说不棒国主啊 你在人家的台上 批评人家单位的领导人啊 你的烦恼起现形了 所以这个要紧的是心啊 而且 你假如 在讲课了 讲经了 结果夫妻关系不好啊 人家不敢学了 我现在讲的这个都不是我想象出来 这都是真实发生的 人家 新人进来 一观察 哎呦 你们这些学那么多年了 怎么夫妻 都不合啊 比我们还糟糕啊 不敢学了 哦 所以善知识重要啊 不然我们学习 次第会乱掉了 烦恼无尽 誓愿断 就先求清静心 接着才是学法门啊 法门无量 誓愿学 现在烦恼都没调伏啊 哇 求知欲很强 跟人家一谈佛法 一套一套的 可是一讲时间很长 都考虑不到别人了 哎 诗底下跟人相处了 动不动就抱怨就来了 这个都不能给人家好的样子啊 人家一看哎呦 怎么经教 开口就来的人 怎么是烦恼这么重啊 所以 这个有善知识指导很重要啊 包含老外上说的 你学佛 反而家庭不合啊 你一定学错了 我感觉这一句话 我们在家人也不是很重视 我们都是选自己喜欢的句子 对老外上讲的话 也是都是选的 那一天 我问大家 老外上曾经讲过 学佛最重要的 这些句子要重视起来吧 最重要的 扩宽心量 那听到这一句话 也得随文入观 观照一下 我当前还有谁不能包容 这个就是修行的重点 也不能又闪过去了 以后再说 修行最重要的 首先学吃亏 你看我们好多烦恼来自于哪 计较 有时候跟夫妻谈话 那得他先改 你看在那计较谁先了 我们有传统文化的这些祖先 老者 你看 林退瞻先生 一个大侣 他临终 子孙福贵 还跪 全部跪在他旁边 请他教诲 他说没其他的 俄等只要学吃亏 跟老上教的都一样 别吃计较 学吃亏 这样烦恼就会轻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修行的重点 在放下习气 重实质 不重行识 会修的人在一切境界 把我之放得越来越淡 这个就受用了 为什么 烦恼都是从我来的 这个要看清楚 我贪 我撑 我吃 我慢 我移 把这个我越放越淡了 贪撑吃慢就起不了 作用了 那当然烦恼就少了 那老人家 讲到的 要讲的是心 愿 要跟佛相应了 所以举个例子了 六祖大师 没有读过经 没有听过经 他是真解如来 真实义 他都放下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他心清静了 所以他讲出来的话 叫六祖谈经 那师长这里再提到了 行比解重要 行而后解 才是正解 正知正见 这个行而后解 这个行就是烦恼无尽 诗愿断了 你再来解的 法门无量 诗愿学 才能解的正确 这样才是真精静 而且师长这里还提了 纵然不解 你能好好去行 也决定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再求解也不迟 你看老太太 一句佛号念到底了 何必急在这一生 去浪费时间 浪费精神体力 一个真正聪明人 真正觉悟的人 决定不干这个傻事情 所以 现前要想求解 其实这个解 就是指法门无量诗愿学 学讲经 我们也看到不少人 他去参加传统文化课程 都是想学当老师 想从事教学 当然发心很好 但是不能忽略了 自己先在行当中下功夫 很多在新造团体里面来 我就是来做老师的 大家想一想 他到一个团体里面 首先没有去体察团体当中 现在最需要什么帮忙 工薪都不够 他当老师能当得好吗 这个就很难讲了 那老上讲到了 要求解最低限度要有文一而知二三的能力 这个是最起码的 不能真正做到文一之时 也得文一知二三 这样的秉赋 可以学讲经 文一连一都不知道 怎么能讲 那老人家有进一步来分析 要学讲经 要考虑的一些点 跟诸位同学说 我学佛时 从来不敢动学讲经的念头 把这个事看得很难 我讲经是李老师鼓励的 大概李老师看到我有点能力 他讲的东西 我都能记得住 我听他讲一小时 我可以复讲五十五分钟 我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讲稿 也没有笔记 我听了之后能复讲 讲得出来 所以他要我出来学讲经 他所编的讲稿都是用表解 很多同学们都见过 我拿到他的表解 我讲出来跟他自己讲的 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相同 所以同学问我 你是怎么学来的 我告诉同学说 我在老师会下最初的一年三个月 这个是学习的重点 为什么看到表解就可以复讲出来 我不是学他讲解 我不是学他讲解 不是学他讲经 不是学他讲经 我所学的跟别人学的不一样 我是在观察他怎么讲出来的 观察他的心 我要学他的思想体系 学他的存心用心 了解他的方法 知道他的看法想法 所以他的稿子我拿来完全能用 我学的是活的 我不是学他怎么讲 记下来重讲 所以老人家他是学活的 这个也就是文一可以吃二三 有这个能力 这一段 我们有心要 统法的人要重视起来 这个在十年因缘当中 老和尚也讲到这个部分 这一段也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老和尚说到他听李老师讲华言 他只听了第一卷 第一卷听完之后 下面都会讲了 是这么学的 举一反三了 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 方法我也知道 我在台中学的是这个 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 用什么方法来讲 这个是活的 这个没有办法教的 这个不是靠实际用备的 这个靠领悟的 必须是必须长期去听 长期追随老师 一堂课不缺 你慢慢在这里头 去琢磨 去体会 你在这里体会得心得 然后自己在讲台上 能够能够灵活运用 你学他每句怎么讲 那是学死东西了 那个不能变化了 不能去大众之机 而且这个听众里头 有程度高的 程度低的 都要面面都顾照 其实这个面面能顾照 不是讲台上 面面能顾照 那个心不会只在 讲台当中作用 他在处事的时候 也会面面考虑到 别人的感受 一个人 台下都没有考虑 别人感受 一上台的 全都考虑了 你觉得有可能吗 所以讲学者最重要的是 心境的提升 这个是根本 所以让所有的听众 都能生欢喜心 这个叫成功 这样的讲座非常不容易 李老师称之为大讲座 所以这个大讲座不是说 人很多的大讲座 有程度高 程度低的 都要顾及到 好 这个是谈道 要解 要学讲经 这个 修行难的 就是难在 不起执着点 大家想 学讲经好不好 好 好 但你执着了就不好 对啊 你执着要讲经了 我是来学讲经了 人家锻炼你 人家栽培你 栽培不了了 因为你有一个 我是来学讲经的 好像 成德自己 就知道 老师把好多道理 讲得很清楚 这些都能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 所以就在工作当中 处事当中 好好去体会了 去做 所以也没想说 会出来讲经 我这教书的过程 我怎么一年 不如一年 摆在眼前 总不能袖手旁观 但是自己 伦理道德 这方面也是欠缺的一代 所以才去到澳洲 想多跟老儿上学习 所以只是想着 怎么落实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 体会自己缺什么 然后眼前看到的 也要见义勇为 后来刚好就 有机会到海口去了 所以这个不是说 刻意说 我就是要讲经 但是假如没有 前几年 在学校里面教书 把老儿上讲的 能够结合到工作 生活里面去 那真正跟大众讲 那要拿什么 跟人家讲 底下这个家长说 你有没有当过爸爸 这个滔滔不绝的 人家一听 不是很相应 那我们没有当过爸爸 当过老师 当老师要很用心 有时候当老师的用心 不见得比爸爸妈妈少 所以还是要有 去经历过来 你跟人家交流的时候 才能侃侃而谈 好 那师长接着说了 今天同学们要学讲经 我这一个半钟头讲完了 明天早晨 你讲一遍给我听 你有能力讲一个钟头 就算不错 就及格了 这是禀父 说实在话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都是讲经 绝对不是一生学得来的 勉强学不来的 一生中有成就的 是自己真正修定功 依照佛教导的方法 赤地去修学 一定可以成就 这一段成就就是了头生死 往生做佛 不一定要讲经才能往生 而且讲经不能了生死 讲经修福报 而且讲经是一条险道 对我们现在来讲 真的是险道 你看 苏东坡先生 修养够好的吧 一代忠诚 他老人家也是 八风吹不动 一辟打过江 那我们没有他的涵养 而且大家注意 现在的大众很容易激动 听你的课 他一给你赞叹 哇你这是孔子再来 刚听的时候 有点受宠若惊 听到第三遍第四遍了 有点习惯了 慢慢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孔子 这个讲经的路上 这个八风这个柴色名利 这强度太大了 我不知道晃了多少次了 所以看看这一二十年 讲学之人 真有一种古来征战己人悔的感受 所以我们一来 寄望从胎教开始的孩子 我们这个铺路时 把他铺好了 真的寄望这个从小扎根的 从胎教开始的 然后 我们善友为一 互相提醒 旁观者清 那天一位同仁 他也都是讲学的 刚好我们一交流 他说 法师你太温柔了 假如是我 我就怎样怎样 我说佛好像没这么说 你讲学的 人要记住 数而不做 不要台下一开口 顺着自己的意思说话 其实你台下顺着自己的意思说话 台上都不会 我也不相信 你讲着讲着高兴了 怕你的话就出去了 那师长这里讲了 讲经要有秉赋 这一点也提醒我们 每一个人都带着过去生的秉赋 所以 天生我才必有用 行行出状元 我们现在当父母的也有执着 你的孩子说不定是走这个 道圣和夫这条路的 是现大伤主 佛菩萨行菩萨道在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 结果你一直走 你一定要学蔡老师 就把这个孩子给逼了 一定得他这么走了 他越走 跟他的性 跟他的禀父不一样 学反感 适得其反 所以你应该当父母者 都不能出现执着 要顺势而为 顺孩子的禀父 他艺术天分很好 说不定 可以效法江义子老师 用艺术教化 孔子圣基土 地域变相土 这个利益很多人 好 所以这个佛教导我们的方法赤地 我们都要掌握住 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 原理原理原则还是一样的 心要向佛 愿要向佛 解要向佛 行要向佛 这才行 所以读经念佛 依教修行 依照经典的教训 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 如是修行 自自然然 开智慧 智慧开了 看一切经 意义皆能自见 这是我教给大家真实的方法 不要去看注解 注解没有意思 没什么意思 充其量 给自己做个参考而已 绝对不能照那个讲 照那个讲就错了 接着老大上做个比喻 就好像 大夫给病人开药方 药方先开好 哪有这个道理呢 病人还没来 药方开好了 医生是治人家的身体的病 讲经是治人家的心病 那你怎么可以药方先开好呢 药方没错 你没有照我的药方害病 这样当医生就不对了 不能先开好药方了 你们到外边去讲经 先把讲稿预备好 就等于 就等于大夫先把药方开好 再去为大家治病一样 所以法无有定法可说 讲台上也无有定法可说 那话从哪里来的 这个是老和尚把他讲经的经验 说出来了 看看你们的眼睛 动态 话就引出来了 就应激了 应大众的激 是活的 不是死的 所以无量寿经 讲过很多遍 遍遍不一样 讲完之后 你们问我讲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不是假的 我这次在讲堂 讲经 他们录音前面漏了十分钟 简局是要我补出前十分钟 那一段 放在我这里一个多月了 我没有办法补 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 他今天打电话告诉我 说有一位同修 带了录音机 那一段 他那里有 好吧 拿来给我听听 看我讲些什么 我再补出来 你要不给我听一下 我确实不知道讲什么 我讲东西从来没有准备 也没有笔记 什么都没有 那当然我们感受感受 老二上克斯说的 你在讲学的时候 看看听众的眼睛动态 话就引出来了 假如今天你要讲的时候 你是要照着你的讲稿念的 请问你能看到人家的眼睛跟动态吗 你就整个就被绑在这个讲稿上面了 当然你也不能你刚开始学讲经了 你就要用老二上这个方法 但是这些心境 这些原理 这个是要了解的 要懂的 准备还是要准备的 准备了 代表你的态度很认真 对待这一堂课 那可能在讲的过程 那你得要 也是要看着听众的状况 适时的去调整 这样才能师之道横 听跟讲是融在一起 好 是这样讲的 学习的方法 我跟大家都说过了 要经 注意经 经就是经 杂乱不是经 退步不是经 所以进步上面一定有加精纯 才是真正进步 今天世间法理 科技进步也是精纯 不是杂乱 你看德国的工业 德国的技术很好 他也是一直专精 你看有的做 比方说做手表了 他做了一百多年了 都一直专精在做 所以世出世法没有两样 世间法也是要精进 所谓 俗能生巧 若要功夫生 铁楚磨成绣花针 那念佛也是这样 精进而后 才能得禅定 心就定了 正所谓 理得心安 心定了 自然就开智慧 我们会有烦恼 那还是理不够明 理明了 可以以理责情 以理调伏我们的分别执着的情势 所以不管是在顺境逆境 心里都要清静 清静心就是定了 定就是绝对不会被外境动摇 不会被外境所转 不为外境所动 你就会有智慧了 大家可以感受感受 你跟人家谈话 你没有动情绪 你没有被他的话激怒 你没有被他转 你还是很理智 很安定的去谈话 可能慢慢慢慢 他的怒气就下来了 你不被他转了 他就被你转了 世间法讲理智 不在感情用事 所以处事带人接物 是理性的 不是感情的 是清静的 不是染污的 这个就是智慧了 智慧处理事情 好 所以这个 波罗蜜 是凡语 译成中文 是圆满的意思 也就是上面讲的六条纲领 每条都做到圆满 就是波罗蜜 如果做得不圆满 不是波罗蜜 所以佛举出 这六大纲领 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一使六条来过日子 一使六个原则 处事带人接物 这个就是菩萨行 前面发菩提心是菩萨心 菩萨愿 这六条是菩萨行 而且要坚固不退才行 好好去录实这个六度 师长有说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那心一定是清静的 就是我们 净土的戒 我们要持戒念福 你在境界当中 言行都没有离开 这五个纲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那心一定是清静的 真诚的 所以老人家已经把我们持戒的重点提出来了 我们真的这样去做了 心就越来越清静了 这个佛号也越来越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那修行之因殊胜 果报就殊胜 一切不离因果 这一愿是因 后面一愿是果 我们这一愿是发菩萨行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勒密 那下一愿是临终皆影 这是果 修因正果 果报是往生不退成佛 所以一心专注 绝不攀缘 沉静才是一心 这才是修诸功德 可见念佛法门 并不是叫我们把日常生活一切事源都舍掉 不是的 而是在一切静缘中 活用此六条纲粮 以广大心 亲近心去做 就是修敬业 就是修无上的菩萨法门 在具体行词中 菩提心修诸功德 六度万恨 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 当然这一段 老人家点出来 要活用这六个钢粮 在哪里活用呢 比方说 我们开车 开车是不是 六度 的落实呢 开车 首先呢 内财不失 你给人家服务嘛 说不定还得花油钱 这外财不失了 再来开车 要不要辞戒啊 那当然要辞戒啊 不能闯红灯啊 你一闯红灯呢 车上的人下的钥匙啊 你就没有无微不失了 你开车开得很稳啊 这个也是无微不失了 我这个 有一个小孩 坐他外公开的车 结果这个外公踩油门呢 长长长踩 长长踩 结果他 坐了一会儿就吐了 下一次呢 他外公要载他 他说我不坐了 所以你看你开车开得稳了 人家很安心坐你的车呢 开得不稳了 这个人家很害怕 其实啊 一个人踩油门啊 会踩得太重啊 不是踩油门 踩刹车 踩刹车 本身就不够放松 其实一个人的心在哪里作用啊 在他的每一个动作里面 他很紧张的人 那开车一定会呈现出紧张的样子出来 好 所以这个持戒 你要守规矩开车 再来开车要有难性啊 要忍怒 不然 这个 一遇到塞车就开始骂人了 或者人家抄你的车呢 你也骂人了 再来开车越开越好啊 这叫精进了 开车的时候很专注 我曾经坐过人家开车啊 都这样跟我讲话 我说你专心开车 不要说话 禅定要专注 好 那定了就会开智慧了 可能有突发状况 因为你很定啊 你都可以随时应变 包含 一个人都知道开车就是六度万恨了 这个人也挺有智慧的 他知道不恨法门了 六度跟开车是一不是二 所以要活用六条纲领 在一切静缘中 所以老和尚曾经讲过一个主题 叫家庭祖父如何圆成佛道 您手上有这个资料的 可以发到去里面 给大家学习 好 那家庭祖父我们就不举太多 就举一件事就好 煮饭 你看第一个 煮饭是不是布施啊 而且要欢喜布施 不要心不甘情不愿 去做饭 这样饭会有毒的 你和欢喜去布施 甚至仙境是供养 我煮给几尊佛吃 那你就从六度还提升到 普贤省 礼敬诸佛 广修供养 你煮饭也是要有规范的 所以慈戒 你没有守一些规则 你煮完一顿饭 这个厨房就像被 冲锋枪扫射过一样 乱成一团 我看我们 我们这个汉学院 我们那个厨房的大厨 他都很讲究这些的 煮完 他边煮都边收好的 他有他的一套 再来煮饭也要耐性 你看现在天气热的话 要忍入啊 忍得住啊 还有呢 煮出来了 你满头汗 还要忍在那里忍 家里人批评你还得忍 不能人家一批评 要吃自己就 你的功德就烧掉了 还有精进 那要越处越好 尤其我们希望啊 家里的人都欢喜吃素啊 那这个精进就重要了 而且在转变的过程呢 也要能体恤到家里的人 所以老儿上为什么 讲到 你家里的人本来没吃素的 现在你都煮素给人家吃的 有时候放一些调味的 让人家过度过度了 不要一下子一转了 人家一吃都没啥味道了 之后都不想回家吃饭了 都要柔软的体恤人家的状况 不能觉得我做的事是对的 就强势执行 没有体恤人心了 体恤人家的状况 不要犯了爱你没商量的情况 好 这个是精进 那煮饭的时候很专注啊 这个是禅定 人煮饭的时候一不专注啊 可能就会出情况了 会烫伤了 大家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啥时候会烫伤 啥时候会割伤 你没有很专注的时候割伤了吧 往往有分神了 就有这个情况了 所以这个六度啊 都要在工作当中了 要用出来了 好 哇你这个煮饭煮到一门深入之后啊 哎会有智慧哦 那个 家里的菜啊 有几种你就 无助身心就把它配出来了 哦 人家一吃也很满意 哎都是你当下的灵感了 没有 那个就是 一门深入定到一定程度了啊 就有这个功夫了 都不用看菜谱了 自己就能灵活运用了 好 那师长这里讲了 菩提心修诸功德六度万恨 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 哎这个 我们也思维看看 哎这句名号老实念了 也是六度万恨了 这个欧益大师讲过了 真能念佛啊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极大布施 哇 你自己身心都能布出之 身外之物更不用说了 你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 我以这一句佛号啊 回向世界无灾 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都能求生净土 哇 你看你的身心都奉献出来了 这个大布施啊 真能念佛 你一句接一句啊 不负起贪嗔痴 你贪嗔痴的念头没起来了 这个大慈见 真能念佛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人我 是吧 你一句接着一句老实念了 脑子里没有这些是非人我了 这大忍入 真能念佛不烧剑断夹杂 你看你用功没有剑断夹杂 大精精 真能念佛不复妄想持足 你没有在妄念进来了 你没有随着妄念走了 大禅定 真能念佛不为他其所获 你不会再被其他修行的路给你拉走了 你很坚定 我这一生一句佛号念到底了 这个有智慧了 好 老阿上讲经有说到了 讲法华经五千人退席 智慧不够 看不懂法华经 老阿上说 这个无量寿经退席的更多了 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你都坚定不移了 这个是大智慧了 好 接着师父说了 所以这句名号是提醒我们 佛在经典上所讲的一切教训 念这一句佛号就完全相应 真正有功德 六字统色万法 一门即是谱门 你看我们学习十善业道经 十善业道经最重要的一句经文 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见杂 你看这个礼我们学了 怎么做 念阿弥陀佛 所以你在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当中 不容豪分不善见杂 这个是不是在落实十善业道经 我们都读过金刚经 金刚经就是在解释 云和英柱 云和降伏其心 好 那请问大家 云和英柱 常住在真心 不能住在烦恼 那这一句佛号就是我们的自性 无量光阻 无量光阻是我本觉 云和降伏其心 我们这些旺心怎么降伏 老实念佛 只会运力强 哪怕妄想多 继继念人真 决定出说佛了 所以这个 经典上所讲的一切教训 念这一句佛号就完全相应 你看念这句阿弥陀佛 是不是礼敬诸佛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有没有礼敬诸佛 首先礼敬谁 礼敬自己 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再来礼敬一切众生都是佛 你看这句佛号跟普行行相应 称赞如来 你念这句佛的时候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法华经里面有常不清菩萨 常不清菩萨 见到人 给人家顶礼 你有佛性 你一定能成佛 这句佛号也有广修供养 用自己真实心念佛 来供养一切众生 回向苦难众生 这句佛号又忏悔一唱了 我曾经有一次念佛 念着就 感觉哎呀 就流下泪来 我怎么把我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当说二十多岁出学佛 怎么这么糟蹋自己 这个佛号可以念出 忏悔业障了 好 所以 这个能跟一切教诲相应 这样念佛有功德 好 那我们看了 下一院 父与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灵寿忠实 我与诸菩萨众 迎献其前 今须于间 急身我岔 做阿维悦至菩萨 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 这个是 第二十 临终 皆饮念 刚刚好像有同修 发了问题 说到 怎么学 中述后道 以弟子归的精据 对峙自己言语 刻薄 见世间过的习气 问的问题很好 代表 我们肯去对峙习气 六度 我们刚学完六度 都是对峙 布施 对峙 前谈 持戒 对峙 恶业 忍辱 对峙 称慧 精进 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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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 定 对峙 散乱 般若 对峙 于吃 所以 劝发 普利新文 有一句叫 以无量善法 对峙 烦恼 所以 刻薄 是烦恼 见世间过 这个都是烦恼习气 那怎么对峙 他提到了 其实他都把答案讲出来了 他是要忠述 要获盗 这个就是对峙的方法 你看地址归说的 江家人 先问己 包含 拜必仆 身跪端 虽跪端 持而宽 宽恕 这个就可以对峙 刻薄了 中 宽的精神 宽是 言以律己 树是宽以盖人 中树二字 跟真心相应 所以 只要中树的存心能提起来 我们这些跟真心相违背的烦恼习气就会下去了 问题是你这一颗心要真提起来 你平常都提不起来 你突然遇到境界的能提起来吗 那这个就在一切境界当中 都要提醒自己保持这个中树的存心了 我们不希望别人很刻薄对我们 我们也不应该刻薄 对别人 而且这个中树是言以律己 应该要求自己严格一点 宽以待人 怪不得他会这样 所以师长有一个教导 你看到别人的错 就告诉自己 是我做的不够好 还不能感动他 这个就是忠 敬己之为忠 我还做的不够好 不够敬力 不能感动他 这样就能对自然 所以这个言以律己是对自己 把那个刻薄转一下方向 要严格对自己 不是对别人 不然我们就学颠倒了 跟中树存心就相违背了 好 那还有同修提到了 这个学佛学得苦哈哈的 感受不到快乐 什么都是节俭 什么都是吃亏 什么都是忍 节制自己 这是不是太苦了 好 这个问题很实际 大家觉得苦不苦 那这里提到了感受不到快乐 那什么是真正的乐呢 那这个可能我们得要搞清楚了 好 那比方说我现在 我也不节俭 我好好享受一下 我也不愿意吃亏 我也不愿意忍 那会怎么样 那只有一条路 叫死路一条 就是轮回嘛 一定轮回的 而且轮回还好听一点 一定多三二道的 你都不肯吃灰都要占人家的便宜 我看三三道去不了 所以修行人一开始一定是苦的 但是你很清楚 我的目标是离苦得乐 我出轮回了 我就能永离痛苦了 那因为我们毕竟对世间比较熟悉 世间的乐呢 其实是刺激 从外面刺激的 是让你的苦暂时停止 你误以为那个是快乐 而且刺激这种东西 强度要越来越强 比方说 我现在去吃一顿 一百块钱人民币 挺高兴的 吃一段时间 我应该去吃一百五了 再来变两百的 跟人家一盘比了 大家想一想 你越吃越贵 这个刺激一下 你花的那些钱 你都要去还信用卡 可能刺激一下 慢慢辛苦就会来了 好 所以我们对乐 要认知清楚 这种短暂的刺激 不能真正让我们得到长久的快乐 真正长久的快乐 是由内而外出来的 所以梦子有三乐 第一个是天伦之乐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你看我们想到自己可以孝顺父母 爷爷奶奶 回想起来都很欢喜 这是从我们内心出来的 你看良心的快乐 养不愧于天 苦不作于人 大家注意看 这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很好睡觉 在那里 真名夺利的 可能要靠安眠 要睡觉 第三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三乐也 其实这个也是 利益到学生 甚至是利益到社会 所以助人为乐 为善罪乐 所以我们做这些事 我们当下都是得到 从内而外的快乐 那当然 刚刚提到的 节俭 其实 我们对于物质的追求越多 你的求不得苦 也会跟着震度 所以大家冷静去看 有时候我没看 这个人已经这么有钱 怎么还要赚 这个欲世深渊 有时候你不知道底 所以其实是知足 才能常乐的 而当我们精神层面越提升 你物质的需求 就慢慢就会下降 所以佛就给我们表演了 他一天就吃一餐 突破的 你跟他法喜充满了 假如我们方向不对了 就觉得 去追求欲望会让我们快乐 那你可能就进入一个深渊里面 像成德回想 我以前二十几岁 还没学佛 礼拜六礼拜天就想 到哪里吃好吃了 还得想半天 找地方 你看 精神都花在这些上面 现在 弘扬文化了 也没有伤这些老精了 但是觉得生活很充实 都不用去考虑这些问题 身心的负担也少 刚刚讲到的 都要学吃亏 学吃亏就慢慢慢慢 就可以把自己放下来 烦恼就会少 其实人都把自己摆第一位的时候 烦恼很多 其实这个都要 自己用心去感受 你就会越做越愿意 我们自己清楚知道 我只是烦恼的根源 我在学吃亏的时候 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是心不甘情愿的 所以礼得心安 明礼的心才能安 包含忍 那忍也不能忍得勉强 你很清楚 你为什么忍 小不忍 则乱大谋 不能忍 那造的都是轮回业 好 好 那当然 我们还是忠述之道 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假如你的亲戚朋友 实在忍不住了 你要带他去吃点好吃的 稍微 犒赏 犒赏 你们追究很不简单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使其可从 因为之前有一个女士 问我一个问题 说这个 她就看见一件很喜欢的衣服 她忍住没有买 回来觉都睡不着 我说你赶快买吧 她从之前买很多 现在忍到都没买了 很不简单 不过她继续睡不着觉 到时候她就不干了 教人以善物过高 赶快扣 这个 可以买 所以我们要忠肃来 来对待他人 这个别人才会感觉到 柔软 不然你的亲戚朋友 会感觉压力很大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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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